在哪裏又不說話 經常亂修 什麼Moa? 自己一個人玩搖搖擺 有八爪魚有兩隻腳鵝 Moa在哪裏 Vid the Garden 除草 這些是花還是草 等等 這些是雜草 很爛 雜草 其實這些都不是草 像水仙蝦丟出界線 給旁邊的鄰居 鄰居 鄰居 六八爪 好 完成了三分之一 現在才三分之一 這個Moa在哪裏 沒人知道什麼是Moa 什麼是Moa 怎麼不懂 這麼深 怎麼讓小朋友玩 又不弄中文版 喂 有人知道Moa在哪裏 玩完這裏 要去逛巴士 啊 跟著的光 一點點頭頂 那些是指線 不是人家的視線嗎 喂 Moa在哪裏 老婆 老婆 我又被老婆踩著腳 老婆 一點點 焗爐阻礙地 哇 我的腳很辣 老婆 真的 那裏有一點點 我看不到 在老婆手上 他連著老婆的位置 Moa 是否是斧頭 不是 什麼 產草機在小屋裡 有些人剛剛說 叫我看著一點點 一點點那些是老婆的視線 嘩 那門 好 不要 不要關 好 那門 有 豈有此 好 拿到Moa 這個是產草機 然後怎樣 Moa 這樣 除草 嘩 要這樣推 有難度 好 成功 除了很多 這個就是Moa 好 好 成功 除草 除呀 新年 好 好 除呀 除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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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好 好 老婆 那麼多 時間表 好 成功除草 好 來 嘩 怎麼整個除草機 飛了 到街上 他自己鬆手 老婆 老婆 除草機去哪裡 糟糕 不知道丟到哪裡 又有時間去找 好 你是不是以為 我會走到這樣 在問 喂 那除草機不見了 糟糕了 是不是飛了到街上 有 沒有人知道 那除草機在哪裡 看 我一開門 沒有理由飛到門口 那 Moa Moa 蛤 可以進屋 為什麼 他會順疑 啊 就是 丟到街上 怕你 怕你會做這樣的行為 他就會讓你 所以會在 那間 倉庫 那裡 好 現在用Moa 好 最後一塊草 M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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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Moa 這隻腳 好 好 那是 好 來了 好難 M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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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終於到 搞定了 有間 Oh no 有蛋 即是 生雞仔 我家裡有龍場 等一下 好 然後怎樣 要掛 要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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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棵樹 好 搞定了 嘩 旁邊有 瘋子 這個鄰居 先搞人 嘩 他想弄他 怎麼停 嘩 怎樣弄他 神經病 這個變態鄰居 嘩 我現在要怎麼做 被人吸到 傻 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什麼都 行了 一下子放進去 嘩 這個鄰居 幸好我一開始就想到 所以我才扔東西過去 我跟他拜年 他以願報得 這個人 不錯 我一早就動色仙機 好 馬上封回門了 不要讓他 搞我家 好 今天你有驚喜給 全家人的 我們可以去水族館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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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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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下 我知道你在寫著論文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嗎 嘩嘩嘩嘩嘩嘩嘩 車�嘩嘩嘩嘩lar 嘩嘩嘩嘩嘩嘩 哎呀 我們要買超市 我們新年要做食材 這邊 我們要買點粟米片 給小孩 是吧 但我們的已經有粟米片了 我們很熱 小孩已經想看到 所以她就會這麼說 嘩嘩嘩嘩 tuo 嘩嘩嘩差不多 我們只能夠去超市買 他說我需要加樂士粟米扁液、蘋果、什麼什麼 什麼都要 新年要買東西 好,賀碎片感覺 是不是已經清潔了,是不是差不多了 因為今天都... 應該已經清潔了 已經這樣代表一關了 對,已經去到另一關,相信已經去到另一關 對嗎 讀完畢的潮文差不多了 讀完畢的潮文差不多了 今天這篇潮文叫水手舍 是一個握手潮文 問巴打,你們有多久沒有跟人握過手呢 對上一次是什麼時候呢 記得小時候老師和父母都會教我們 跟不認識的小巴打、小師打說一句 握握手?做個好朋友? 從而開始互相認識 小時候我們不會害羞 會跟不同的人推手 之後就開始聊天 從而認識很多朋友 究竟為什麼握手對認識朋友來說很重要呢 其實當你主動跟別人握手的時候 無論對方是男還是女 大家都產生一種微妙的化學作用 是一種令人容易開聲說眼魔力 為什麼這樣說呢?我舉個例子 你現在馬上走到街上跟一個不認識的人說嗨 看看他們會不會開口應你 儘管他們可能在心裡笑你 但也不會在口中說一句嗨 再做第二個實驗 你嘗試再下街上 隨便拍一個人的氣鼓再跟他們說嗨 看看他們會不會即時跟你說話 起碼都會說十句八句粗口吧 因為你抽了他的水 同樣握手大家都知道是一種禮貌 很多人不介意握 但有意無意你還是抽了他一下水 這一下抽水就是令他們開聲的原因 和拍屁股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握手都不是亂來 每次握手都是一種比試 所以握手很重要 也可以在握手間就知道對方有什麼事 握一個好壽識朋友的時半功倍 握得不好就會生產一些厭惡感 握手的好壞是取兩部份 一部份是先天 另一部份是後天 先天就像手掌的大小 如果你是巴打你的手一定要較大 大的手掌可以給人安全感 所以可以包著對方的就是上品 但手形大小就沒得變 不夠大的話就可以靠後天努力 後天包括1溫度 2濕度 3力度 4味度 5肉量 溫度要高 力度要大 就可以表現出你的責任感 如果手很冷 請在握手前磨兩下提升溫度 濕度和味道看你是否乾淨 太濕就用多點紙巾 而味道可以用香水 或者清水來解決 肉量較高可以提升舒適感 可以吃多點東西來提升肉量 一隻又大又暖又香又乾 有夠大力和肉的手 稱為神之手 相傳有隻手只要握一下 就能握到對方開開心心 對手必定會為你遺命是從 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這隻手 什麼都不重要 最重要 手要條件就是要有握手的勇氣 現在回想一下 為什麼中小學的朋友 往往給大家認識的親近和真心呢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 大家以前好機會碰到別人的手 小色和上課的時候 男男女玩不同的手指遊戲 比起親近 不會害羞 現在上大學了 卻認識到不像中學生 小學那麼資深的自己 為什麼呢 可能因為缺少了握手 和勇氣 說得有幾道理 大家拜年的時候 都可以握手 和大家互相問候 今天都差不多了 亦都跟大家拜個早年 最早 希望你們陽年 稱心如意 什麼都事事順利 一帆封信 步步高升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 好啊 也提醒大家 今天我們要收錄 我們什麼時候才會再見面呢 就在3月2日 啊 3月2日之前 都是休息期間 收錄 大家都過年 專心去拜年 不用心掛掛自己去 多多些勵士 啊 知道嗎 那些辣叔也趁這個時間 休息 聲音又會變靚一點 啊 充電 好啊 大家記得要記住要年 快快樂樂 開開心心 知道嗎 那今年呢 唉 馬年的節目 也差不多了 我們要年的時候 3月2日 再見啦 啊 完 還是 有 是 有 是 在